-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跟你看店 讓你看店更多跟 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帶來了解歷史上發洩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們今天又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歷史召喚獸老A 大家好 我是時空大學老A 在此受召喚而來 好的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的是在1922年11月17號發生的 惡圖曼圖爾奇帝國滅亡 或是我們一般所稱呼的惡圖曼帝國的滅亡 那惡圖曼帝國相信大家在歷史課程上面一定都會提到 因為它是一個橫跨好幾世紀 等一下這樣算下來幾 七個世紀 七個世紀的龐大帝國 從1299年到1923年 這數字好像是重新組得過 1299年開始這樣 對 那當時這個惡圖曼圖爾奇人 是源自於中亞 他在消滅了東羅馬帝國之後 就建立了一個以伊斯蘭教做為國教的一個龐大的帝國 並且控制住了這個歐亞大陸 交界處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而成為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所以他從這個13世紀開始 到了19世紀 甚至到了20世紀 這段期間他一直扼住了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愛口 所以讓他這個龐大的帝國 成為是一個非常國力鼎盛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國家到了一戰戰敗之後就開始分裂了 而且當時的這個土耳其的 國父之稱的這個凱末爾將軍 就開始領導了國民運動 成功推翻了當時的蘇丹 當時這個末代蘇丹 穆罕默德六世 在1922年11月17號的時候 就搭上了英國軍艦 離開了土耳其 當這個蘇丹離開了土耳其之後 就宣告了這個橫跨七世紀的大帝國 就正式的滅亡 所以基本上一戰其實導致了這個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 甚至也導致這個鄂圖曼土耳其的滅亡 大家還記得 就是我們其實前幾個禮拜 有介紹到了很多這種一戰的歷史 甚至是我們提到了很多這種一戰結束之後 像是比如說華爾街金融大危機 這個經濟大恐慌 甚至是這個戰監期 很多這樣的故事 包括像上個禮拜我們有介紹到那個 迪士尼的第一部電影《氣船威力號》 它是在1928年的時候發行的 那大家你想想看 就是當這個華特迪士尼還在世的時候 他在創造 不論是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什麼奧斯華2啊 迪士尼的這個米老鼠啊 甚至是這個可能20世紀初的一些有名的人 他們都可能在世的時候 還有看過所謂的俄圖曼帝國 也就是我們歷史課本上面所提過的這個東西 對從13世紀開始 就已經有存在了這樣的一個帝國 真的是很難以想像 所以我們今天就藉由這次的機會 來好好地來認識一下這個俄圖曼帝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這種歷史老師 他們在介紹這個帝國的時候 就會叫我們背 這什麼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之後 就開始有什麼樣的一個時代的演變 然後到最後我們就說 好我們要接著背 就是俄圖曼土耳其的誕生這樣子 那我還蠻好奇的就是說 這個龐大的帝國是怎麼樣在13世紀的時候崛起 然後建立起來之後呢 然後到他進入20世紀的時候 然後開始滅亡 這個是我覺得可能要請老A幫我們補充一下 那俄圖曼土耳其人這一隻民族 他們會跑到今天的就是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來這邊 其實是跟蒙古人有關 就是他們一開始其實是住在伊朗高原就是波斯那邊 蒙古西征之後呢 他們為了逃離蒙古人的入侵 而逃到了就是我們今天所知的安納托利亞高原 我們前幾個好幾個 可能上個月也有講過那個十郡東征嘛 那十郡東征那個時候其實是為了對抗就是所謂的賽爾柱帝國 而賽爾柱帝國其實在十字軍的這樣的一個持續的不斷的入侵當中 其實因為帝國走上的紛亂 而最後分裂成好幾個就是所謂的蘇丹國 而俄圖曼土耳其人祖先最早是跟其中一個蘇丹國算是當他的封城這樣子 那後來他們就是在安納托利亞高原建立了一個小小的一個侯國 那個祖先呢就叫做他們的祖先就是埃圖魯魯爾 後來的話他逝世之後呢是由一個他的兒子叫做俄圖曼一世 就是繼承為部落的領袖 那由他開始所以這個民族才被叫做俄圖曼人 是這樣子開始的 所以所以這個國民算是就是以他為命名這樣子啦 就好像我們講那個亞歷三大帝國 所以就叫亞歷三大帝國 因為是亞歷三大建立的那種感覺 哦就他是第一個的人 是是是他是第一個 對 在他創建以來其實就是一個為了爭奪他們的生存攻堅嘛 所以他最早對抗的敵人呢就是拜占庭就是所謂的東路馬帝國 東路馬帝國爭奪整個安納托利亞高原的一個控制權 那接著呢慢慢再去攻打巴爾幹半島 最常聽到的就是軍事產領寶的陷落 那個時候其實東路馬帝國已經被俄圖曼攻打到 只剩下軍事產領寶跟機械小島的控制權 幾乎整個巴爾幹半島都已經是俄圖曼人的一個領地這樣子的狀況 是他崛起的時候那在軍事產領寶陷落之後呢 其實接著跟他對抗的就是東歐的那些國家 比如說什麼波蘭啊匈牙利啊 瓦拉奇亞啊或者是像是塞爾維亞這些國家 那甚至還有更遠一點像是奧地利 最後我們要最重要講的就是可能有些歷史老師會講的是 俄圖曼帝國停止擴張就是在維也納之役 維也納之役是在1683年 在那場戰役中的失敗導致了俄圖曼帝國的軍力 再也沒辦法突破歐洲了 非洲他當然早就已經北非都已經控制了嘛 但你要再往南非走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有一個薩拉拉沙漠在擋 要往亞洲走你會遇到中國 你如果打得過中國再說 所以等於說他的擴張就這樣停住了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停滯了這個增長之後呢 那種種的一些問題會開始出現 比如說你要怎麼安撫既有的軍人 而這些軍人呢可能因為過去的軍工 他們已經成為新的軍事貴族了 他們為維持他們的權力呢就可能會拒絕一些新的改革 來威脅他們的權力 比如說你要去從他們那邊去征稅啊 變得很可能會蠻困難的或什麼 或是要取消他們的特權啊 以健全我們帝國財政 這些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困難 那這是他們內部的問題 那內部問題還包含就是說 你征服了這麼多個地方 這些不同地方其實都可能他們有不同的宗教 講著不同的語言 你要去統合他們 也會造成一些相當大的一個麻煩 像比如說像是他們征服了軍事貫領寶之後 軍事貫領寶原本的那邊人是希臘人 他們可能是東正教 信仰東正教然後講希臘語的人 那後來在就是 額圖曼帝國的時候 他們被叫做法納爾人 那他們其實也興起過所謂的法納爾人的一個起義 或法納爾人的叛亂 像這樣子的事情其實在東歐其實是層出不窮 或是在巴爾幹半島 這個是帝國內的一個情況 就包含就是帝國的財政狀況出的問題 然後特權階級太多 然後還有像是民族跟人種的那個紛爭這樣子 帝國外的狀況就是說 當歐洲人就是像義大利人 他們發現說 哦這麼大的一個二圖曼帝國掌控了就是 原本舊的歐亞的一個思路貿易 還有我們的舊的地中海貿易之後 亞洲的鄉民價格變得非常高漲 那我們要尋找新的航路 欸這個就是所謂大航海時代的開始 像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這些國家 他們透過他們繞過南非的好望角 或者繞過所謂的麥哲倫海峽 而找到了通往亞洲的新的航路 你找到新的航路之後 是不是對舊的商路的那個需求量就減少了 二圖曼帝國的經濟也進一步繼續被削弱 因為商人不再需要走這條路了 不再需要經過他的國土了 他就沒辦法收到這麼多的稅 也沒辦法得到這麼多的貨物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的經濟又進一步的繼續被削弱這樣子 再來就是因為他攻打下這麼大的土地 所以造成說他也射入了歐洲的政局當中 那像東歐或者中歐的一些強權呢 就會想盡辦法把土耳其人趕出歐洲去 或者是取代他們成為某個地方的霸族 最有名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人一直在跟土耳其人爭奪所謂黑海的控制權 然後這個就產生了我們講的好幾次的惡土戰爭 那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觀眾們聽過的就是克里米亞戰爭 在這樣的種種戰爭當中就是戰爭也會進一步削弱你的國力 還有就像巴爾幹半島的一個狀況 就像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其他的傳統國家 波蘭、匈牙利、塞亞維蘭那些國家 那後來這些國家才能被統合起來 就變成是兩個國家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暴凶帝國 他們也持續的跟土耳其在做所謂的對峙這樣子 這樣的情況下土耳其也少不了他的敵人 所以國際狀況等於是這樣子的原因 導致他們在停滯擴張之後 其實就是慢慢的一直一直走向衰落 當然世界的局勢其中最大影響的是工業革命 你如果沒有進行去工業化的話 你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競賽當中你就一定是蘇人的 而二層曼帝國就是離工業革命最遠的那個地方 你看工業革命的核心是在英國 在法國 他們在土耳其 所以你要接受到工業革命的成果是多麼的遙遠 所以就是這樣的關係 導致他的衰落這樣子 對啦 所以很多的這個歷史學家他們總歸一句話就會覺得是說 除了是一戰導致了二屠曼帝國的解體分裂 他內部也有很多這樣子一個政治的因素這樣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個經濟結構的崩壞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們這個浮沿廣闊 所以有很多的地方他們需要去整合 但是在當時的這個技術 比如說通訊或是在聯繫上面都很明顯的跟這些西方的進步的國家 就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聯繫不足的或是通訊技術不足的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導致了龐大帝國的滅亡 這個其實跟當時的羅馬帝國衰落的情況還蠻類似的 但是你很難想像這個是發生在20世紀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歷史的必然 其實他的狀況其實跟清朝很像 其實也跟清朝很像 就是你跟不上這個時代的腳步 那你就等著被淘汰 那什麼樣的東西會去淘汰你 那當然就是比如說這個民族主義 或是這個帝國的內部 可能有一些可能興起的什麼民族 自由的這樣子一個浪潮這樣 所以才導致了這個整個龐大帝國的毀滅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俄圖曼土耳其或是我們所謂的俄圖曼帝國的滅亡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其實象徵的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你很難進入到20世紀的時候 還有一個這麼龐大的帝國在支撐著 除了一些可能可能依靠著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在支撐著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對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種龐大帝國已經現在 其實到現在我們也很少見 對不對這種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象徵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對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電影 這個也不算電影 這個算是影集系列 對 它總共有六集的一季這樣子 那叫做帝國崛起俄圖曼 那這部片呢 它是在Netflix上面的一個紀錄片 它講述的就是俄圖曼帝國的第一個書單 也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 他去攻打軍事坦丁堡的一個故事這樣 那在這個故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時這個東羅馬帝國的軍事坦丁堡 他是如何陷入 還有這個剛剛老A所提到的就是說 當時這個二圖曼帝國是怎麼樣去建立起來 怎麼崛起的 那這段故事呢 在這個紀錄片之中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除了是一個紀錄片之外 就是有很多這種歷史學家 穿插著就是在講述這段歷史之外 他其實還有用這種戲劇的方式去把這段歷史故事給呈現出來 就是說他去找一些演員 然後真的是有那種很考究的服裝造型 然後去還原當時這個歷史的狀態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下了很大的這個重本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還不錯 我不知道老A有沒有看過 由這個系列算是我擁有Netflix帳號之後 第一個看完的一個影集這樣子 OK 那你覺得如何呢 首先我覺得他的考究的部分就是 就是第一個我 可能因為我很少接觸土耳其人 所以我很訝異就是土耳其的樹 但他長得好帥這樣子 就是穆罕默德原來長這麼帥嗎 你這樣子嗎 再來就是很訝異就是 哇我東東馬帝國變這麼弱這樣子 就是他真的只剩下 就是皇帝長得像市長你知道嗎 因為他只掌控了一座城市 那個時候應該他到處去請求援軍嗎 後來有 後來有一個就是 片中可以看到就是一個來自熱納亞的傭兵隊長 然後他就問他說你能給我什麼封賞 我那時候就覺得 東東馬帝國你還能給出什麼東西啊 超沒辦法 超沒辦法 就說好我可以給你什麼什麼小島 哈哈哈哈 東東馬帝國怎麼變這樣子 然後但是二同馬帝國真的是 那個時候是正強大 對那個時候正強大 然後再來一個地方是我很驚訝就是說 原來我們過去知道說 喔二十萬人 因為他們掌握了火藥技術啊 他們擁有大炮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轟垮了那個軍隊長領寶城牆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我也是看這部片才 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當時的火炮 他們確實造出了非常巨大的 就是俄本的火炮 俄本是那個一個工程師這樣子 然後他原本想要投靠那個東馬帝國 可是東馬帝國付不起給他的工資 所以他就轉而投靠那個二圖曼人 他為那個莫蘭莫德製造了兩門 非常巨大的一個大炮 叫俄本大炮這樣子 那他因為太大了 所以他裝填冷卻一次 這樣的循環要好像要三個小時 所以導致說他的大炮轟一發之後 對他會對城牆造成巨大的損傷 那三個小時的空裝期 也足夠守軍把城牆修好 所以其實火炮造成的影響 在這樣的戰役中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大 外人聽到的震撼力是很大這樣子 沒錯對所以這個也是 看這個紀錄片讓我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蠻推薦給觀眾的這樣子 就是可以給大家補充一些 就是過去你不知道 但可能你會好奇的一些 然後對於歷史場景的還原 對真的也是他算是非常的不錯這樣子 對啊因為其實我印象中 就是我從小到大的歷史課 就是歷史老師他們可能就是 很概略性的把這一段歷史帶過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從羅馬帝國開始講 然後羅馬帝國 然後最後分裂成東西羅馬帝國 然後西羅馬帝國會變成什麼樣 因為什麼民族入侵 分裂成這個地方 對熱慢入侵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東羅馬帝國 東羅馬帝國是在什麼什麼時間點 然後後來變成厄圖曼托爾奇 就這樣 所以我就很好奇他說 為什麼原本一個這麼龐大的羅馬帝國 然後變成是東西 這樣分裂成東西兩 然後東羅馬帝國又是遭逢到什麼樣的一個巨變 我覺得在這個紀錄片之中 我覺得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補足這段歷史 因為我覺得我們任何看任何歷史 其實並不是只是在了解說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是藉由當時發生什麼事情來以鼓見晶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看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去介紹 俄圖曼帝國的毀滅 很重要原因是因為它象徵著一個舊時代的過去 可是這個不也是羅馬帝國當時 它殞落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嗎 就是它也是一個舊時代的象徵 然後被俄圖曼帝國所毀滅這樣子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巨輪的輪迴 就是你當你跟不上時代 其實你就等著被時代淘汰 後來的這個俄圖曼托爾奇其實也是一樣的命運這樣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現在我們能不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對不對我們也要跟上時代啊 不要在這邊講說什麼小缺的信這樣 每天都在追求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最後補充一個有趣的小知識就是 我們看那部影集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它還原的還蠻不錯的一個軍事產丁城 現在伊斯坦堡已經不長那樣子了 但它還原的不錯 一個小知識 軍事產丁堡有三座城牆在陸地上 而那三座城牆就是據說 這個連結到另一部電影就是魔戒 魔戒那個鋼朵人的首都那個米利亞斯提利斯 據說就是軍事產丁堡你把它放成直的 就會長得像米利亞斯提利斯那樣子 對就他們設計的時候好像就是參考軍事產丁堡的 而托爾金本人其實他在描寫那場 米利亞斯提利斯的圍城戰的時候 其實他心中據說想的就是軍事產丁堡那種戰役 而那些伴獸人啊魔多那些其實就是土耳其人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啦 就是在歷史課本上面我們一直也都在提到就是所謂的伊斯坦堡 就當然是現在的名稱叫伊斯坦堡當時叫軍事坦丁堡 然後我印象也蠻深刻的就是說 好像是聖索菲亞大教堂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標 原本沒有那四根座子 因為原本是東正教還是什麼 對東正教 然後是後來這個二圖曼帝國他們是所謂的伊斯坦教 所以才建了後來的那四根大柱子這樣 對那個是個換拜塔 對因為原本是拜占庭的教堂 然後後來變清真寺嘛 那後來清真寺他就是要換另外一種風格 所以才現在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聖索菲亞大教堂還在 大家也可以如果未來有機會啦 大家可以去土耳其地方然後去走走 那現在那個地方是博物館 可以去記載了很多這種這段歷史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看的這樣 沒錯沒錯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先所介紹的歷史故事 還有什麼推薦的電影啊 欸不是是影集 那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什麼樣的想法你有沒有看過這部影集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或在搜播的時候才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呢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分享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IG 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二部Podcast 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薦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討論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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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眼 指 mailing 雷